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3年5月2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原定的區議會選舉將會在今年年尾進行 但很多聲音認為區議會需要進行重大改革 究竟應該怎樣改革呢? 我們怎能確保那群黑暴不可以再用區議會這個平台來搞事呢? 另外 黃絲藝人李佳琛這兩年少了很多劇拍 但他最近竟然透露 未來有機會開新劇 究竟是TVB對黃絲藝人的立場改變了 還是李佳琛在說謊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由於2019年的反修例暴動 令到當年的區議會選舉發生了很多不公平的情況 例如那群黑暴恐嚇市民投票 又找年輕人在票站排完又排 阻止老人家投票 以及票站內很多奇怪怪的情況出現 令到攬炒牌大勝 自此區議會就完全失效 在裡面只是搞政治 民生工作 完全荒廢了 所以在這幾年 區議會有等於沒有 令到很多市民很不滿 很多聲音認為區議會是需要進行重大改革的 而且由於原定的區議會選舉將會在今年年尾進行 而區議會的任期也會在今年年尾屆滿 所以有關的改革 要做的話 就真的要快了 面對這個情況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之前都去了深圳 見了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 以及一些香港各界社會人士 聽聽他們對有關改革的建議 好了 由那次會議到現在 都過了一個多月了 究竟現在區議會改革的方案已經準備好了嗎 好消息 據了解區議會的組成方案 今天就會正式出路 聽說 行政會議昨天早上 即5月1日 開了一個簡介會 聽政府官員講解方案的詳情 最快便會在今天 即5月2日 在行政會議中通過 然後便會盡快公佈出來 消息說 政府決定了新一屆區議會組成方式 便會有直選 間選和委任的議席 而直選的比例降低了 約了只有兩成 換而知 之後的區議會議員主要是經由委任和間選產生 假設總體議席數量不變 如果我們拿現在區議會民選議員加當然議員的479席來計算 即大約有100席 將會由直選選出來 委任議席來說 我想不需要解釋 應該跟以前一樣 由民政處委任 至於間選議席 很可能由俗稱三會 即是防火委員會 滅罪委員會 以及分居委員會的委員互選出來 至於直選 據了解 由於只有100席 過往的小區議會選區就會合併 成為一個比較大的選區 再用商議席單票制的形式選出來 即是如果真的有100席 用商議席單票制選的話 即是全港會分大約50個選區 相等於一個選區 就像過往8至10個小選區 合作同一切 這麼大 人口大約10萬 鬆一點 另外 跟現在一樣 如果之後想選區議會的話 就一定要經過資格審查 確保參議者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事實上 自從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特區政府跟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2021年3月11日公布的決定 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基本法和國安法 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基本法第104條解釋 以及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 對於今次區議會的改革 指徑當然是全力支持 事實上 區議會到現在已有40年的歷史 在1982年引入選舉前 區議員根本全部由港督委任 承擔的亦只是地區之宗的角色 所以英國根本沒有給我們民主 反而回歸後 區議會得以保留 而歷屆特區政府亦不斷賦予更多權力和資源 來強化區議會的角色 同時又大幅增加直選議席的比例 最後甚至將所有委任的議席 取消 結果那群攬炒派便利用這個制度上的漏洞 將區議會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用來與政府作對 阻礙施政 甚至對抗中央鼓吹港獨 完全荒廢地區事務 還記得2003年那屆區議會選舉 受到23條立法的影響 當時很多直選議員說不用做地區服務 只靠政治立場便可以當選 結果荒廢地區事務 居民求助無門 去到2019年這一屆 情況更加進一步惡化 那一年當選的所謂區議員 根本濫用區議員的職權和資源 支援黑暴 多次通過各種濫權、政治化 甚至煽動獨立的議案 還肆意刁難警方的代表 將區議會變成上演政治鬧劇的舞台 有人甚至運用區議會撥款 散播一些港獨信息 相反有利於民生撥款 就處處被刻意阻撓 可以見到 一人一票的區議會直選制度 存在不少漏洞 服務不到市民之餘 反而給了機會 那群攬炒派 靠挖眾取寵的宣傳伎倆 進入區議會攪亂香港 所以現在改革區議會絕對是需要的 無獨有 今次改革區議會的方案 和梓敬去年提出的差不多是一模一樣 而且還有傳媒的報導為證 大家可以看看 究竟是否是梓敬今次成功爭取呢 怎樣也好 有了今次改革後 我們就可以確保未來的區議會 由不同的專業人士 第二 社區人士 工商界人士組成 有多元的聲音 就可以就地區不同議題 提供獨立的專業意見 在委任區議員那邊 政府亦可委任專業人士 NGO代表或校長 去做 代表市民反映意見 事實上這些專業人士 過往在全面直選時 是很難放下他們的專業 真是全職跟你去參選 所以有委任的話 就可以確保這些專業人士的聲音 都可以在議會裡面體現 透過三個不同界別組成的議會架構 就可以確保未來區議會的組成 更多元化、專業化、更好服務地區市民 最重要的就是千萬不要再給那幫黑暴 拿政府的錢來搞搞振 講完區議會改革 跟大家說說理解心 自從曾志偉入主TVBit之後 進行大刀闊庫的改革 但好壞參半 好的就是炮製了介紹內地扶貧工作的無窮之路 連續製造了兩輯聲夢傳奇 打造了一群正常一點的年輕歌手 好像閻明熙、劉卓飛等 壞的就是不肯跟那群黃絲藝人 像馮瑩瑩、李佳心、森美各隻 仍然安排一些節目給他們做 給他們機會教壞年輕人 直至留於之前 我們不少正常人都強烈表達不滿 TVB才減少了黃絲藝人的工作 好像馮瑩瑩、李佳心在過去一年 都沒有新劇推出 只是安排他們上一些綜藝節目 但最近有個新聞傳出 說李佳心未來好像會有新劇拍 如果是真的話 那究竟是TVB對這群黃絲藝人的取態改變了 還是李佳心已經痛定思痛 決心改過洗底 李佳心前天去馬床出席活動 被記者問到前幾天 他在IG出帖提醒大家要保持笑容 是不是因為沒有戲拍不開心 聽到這條問題 他馬上很大反應 死口都不認 還說未來會有新劇開 不過他一直都有聽到 但未來都見羅永賢監製 還未知是甚麼類型等待劇本 說其實每次出來 大家都好似問他有劇味 他說他自己便隨緣 對自己來說 當然希望會有好角色、好作品 但也要看公司安排這樣說 他這次還說自己因為疫情的關係 多了時間在家裡看電影 以及學了一些新東西 覺得很有意義 他學了情緒治療和戲劇的技巧 希望可以幫到自己和其他人 也在學唱歌 因為他覺得對演戲有幫助 至於感情狀態 他就說不知如何回答好 因為他覺得遇到便遇到 不想因為擔心被記者拍到 而影響他的生活 說他現在也正常和朋友出去玩 希望大家不用太擔心他的感情事 對於李佳心未來 如果真的有劇去拍的話 相信很多正常人都會不滿意 事關於2012年加入TVB的李佳心 在2018年 憑劇集BB來了 拿到事後 之後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但他就不懂得結身自愛 在反修例暴動期間 他就周時在社交網站 名稱暗稱那些黑暴 好像在2019年6月中 一個女孩在大廈的樓梯間寫了什麼 釋放學生示威者林鄭下台 本人但願可以小命 成功換取200萬人的心願 請你們堅持下去 之後就跳樓身亡 其實這個人因為不正確的政治觀念而自殺 令家人傷心 行為是不值得鼓勵的 更加沒有理由支持 誰知道李佳心之後 就在IG出post post了一張自拍影子的相 留言說 一張自拍影子 還加上hashtag be strong hashtag alive 擺明在這裡聲援少女 接著他又在IG出post 呼籲那些小黃人登記做選民 留言說 盡公民責任 把票留在自己手 以核實選民登記身份 截止日期為7月2日 擺明在這裡呼籲 當時那些小黃人登記做選民 在當年年尾的區議會選舉 響應他們踢走建制派的行動 而同時 他更加在微博留言說 有時候扭曲了的不是世界 是人心 擺明跟黑暴同聲同氣 令內地網民都不滿意他 發起要杯葛他的劇 那麼離譜 所以除非他肯出來公開道歉 或者好像周柏河一樣 接受訪問解釋他之前的立場 否則我相信正常人都很難接受 其實之前TVB公布業績 今年賺多了錢 都是靠內地合拍的節目 事關無論是各行各業 融入大灣區順應國家的發展大局 一定是接下來的趨勢 不過如果TVB還堅持用心美 逢瑩瑩、李佳琛這些黃絲藝人 就真的很影響正常人對TVB的感官 萬一內地網民知道 在內地發起杯葛 TVB真是嚴重 所以我認為 如果TVB想繼續成功 就一定要放棄那些黃絲藝人 你說究竟是內地市場大 還是黃色經濟圈的市場大呢? 各位朋友 梓敬所屬的地區團體 由劉光華創立的公民力量 幾十年的傳統上 每年母親節都會搞一個兩天遊 是回內地旅遊 不過因為之前疫情關係 有關活動已經停辦了三年 現在既然已經全面通關 我們已經復償了 那麼我們當然正式強勢回歸 今年梓敬組織了一個去順德的旅程 我們會住五星級的曼卡特大酒店 吃豪華海鮮自助餐 去農場任吃水果 還有一個慶祝母親節有表演看的中午宴會 更加會參觀順德漁人碼頭 歡樂海岸Plus 還有嘗嘗網紅手撕雞燕 嘩!這麼多東西都只不過是 999元 而梓敬將會在這兩天的行程中 全程陪著大家 我真的會親身去 今次的旅程 我們會分別在火炭 大埔白石角和大埔區港鐵站 都有上車點 各位有興趣參加的朋友 請WhatsApp我們這個電話 59787599 59787599 來報名 希望到時 梓敬可以和你一起去旅行 今天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在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條影片廣傳出去 讓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一下西方媒體 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下次見 拜拜